你 江小雨你怎么脑袋永远不想侍 刚才还显着什么难抖令星 军情都敢给我丢了 你要是当中将 司令员全都 değil让你给丢了 那个 你蹲蹲什么呢 我说我当不了中将 你当蹲蹲 刚接到通知 明天一大早 新来的陈正伟 要来海巡场首席部队 咱们海巡场 现在没有多余的军旗 现在购买 追逐根本就来不及 这下算是装钱口上了 啥叫无漏偏刀连言语 江云 你知道你把军旗弄丢了 什么罪过吗 领导来检查 知道吗 甭管啥罪过 我一个人扛 老天爷胜就咱这副肩膀 就是为了挑重担子 你担得起吗 担得起吗 手上东西都放起了 一会儿风晓了 都出去给我找 大海捞去 给我找去 那他把海水排干 真是 你说什么 找 一会儿咱们一起去找 江云永远在满脑地叫唬 这风也太大了 这破绳子也不结实 不是 那个政委应该不会怪咱们的 那个教练 要不把我挂上面得了 行了 甭菜挂了 大家分头找找 风向往那边挂 走 你逗我干吗呀 又不是我让刮的风 山子 这棋子 巴上是挂到海里去了 明天领导我们来 怕是要点名批评了 那就批吧 一把老骨头了 一起扛 你说这帮小子 真像是在这儿大闹天空的 从来这儿第一天 就开始惹祸 要当知足吧 他们闹是闹了点 他们每天在这儿闹躺 我觉得 咱们还没老到边不要的地方 不是 山子 你这每天玩了命地练他们 是真想让蒋小渔那小子 给你拿回国际针探军大赛的奖杯啊 蒋寒宇要是能拿奖 除非那节大赛是她自己办的 家里来信了 咱妈怎么样 挺好的 我妈就 有点想我 想来看看 我打电话告诉她别来 不是 山子 你是不是找我抽你 你怎么能不让咱妈来呢 你自己说 你几年没回家了 我不是怕他们几个新兵蛋的 看见我妈来不抢家吗 郑小渔 你干吗呢 你这不废话 我当然是登高远望找旗子呢 那你找着了没有啊 一会儿就找着了 你怎么不去找回来了 放着好好的训练不便 偏偏要找什么旗子 一群废话 你这是冲垃圾撒气呢 还是冲我老人家撒气呢 你老人家和垃圾 没什么区别吗 你这话啥意思呀 你没发现 从兽营到海巡城 你蒋小渔就是一个 尘世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和这些海巡城的垃圾 没区别吧 陆岩 你不带刺就不会说话是吧 你好 你是冠军 你威风 可现在呢 你不也是呆在这破地方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枕头底下那本日记上面 贴满了你从小得冠军 上报纸的各种简报 你每天不看一遍 你都睡不着觉 你都吃不下饭 我再垃圾 也比你天天镇着那破玩意儿 做梦强 有什么用啊 起码我知道 每天三个宝两个岛 我活得踏实 不用像你似的 靠做梦活着 靠回忆活着 小小 你说够了没有 我让你说 让你说 你再敢说 还还手 打你 你那俩小子干吗呢 再说 连亲男的吧 还敢说 我这么感觉不对劲 就没情没重 我去看看 你还敢踹我 我让你踹 我怎么让你踹 干吗呢你们俩 干吗 干什么 他嘴臭 我不知道说啥呀 你猜嘴臭呢 他打了我好几拳 还踹了我好几脚 是不是 是不是你臭嘴惹的事 是我挑事怎么了 他打我你怎么不管啊 别嘴 杨瑜 你一天到晚吃啥啥不胜 干啥啥不行 怎么打架惹事全是你 一当训练你就跑啊 训练怕流汗 训练怕吃苦 训练永远掉队 训练训练 训练 一天到晚就知道训练 你们知道你们整天训练 到底为什么吗 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整天训练 只不过为了掩饰你们内心的恐惧 你们不敢接受现实 所以不敢停下来 你们以为你们还能回大部队啊 陆爷 你以为这个地方能送你上奥运会啊 你别做梦了 这儿 是鸟都不落屎的海巡场 这儿 不是兽营 更不是国际侦察兵大赛的冰武场 你说空了没有 来 来 杨瑜 你说得没错 我们是在做过去的梦 过去做 现在做 以后还要做 我再为我的梦想努力着 你有吗 你有吗 永远的最后一命 最后一命 行了 放闭嘴 我骂他们整天做梦 做自己骗自己的白日梦 其实那是季度 他们起码还有梦可做 海巡场的日子很难熬 如果不做梦 时间就会变得格外漫长 漫长的让人几乎要崩溃 我也想做梦 可真不知道该从哪儿做起 行了 大家早点休息吧 明天六点大家出骚 然后还要接领导呢 偷偷偷f architect 不敢扯 是 我生气了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那么重的话 我自尊心有点受不了 小语 从你来这儿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么被你吼过 有些话是重 但是真话永远都难听 而且我今天 第一次见到的难过 我心里也不痛快 但你不努力是实实 我在不对这么多年 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比赛 训练 任务 无数 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苦 为什么 您就想想你妈妈 为你受的那些累 吃的那些苦 你还觉得你苦吗 我见过太多妈妈 送儿子参军时的眼神 只是那种特别炽热的期盼 盼什么 儿子的成长 小语 也许真的就像你忽悠师 所说的 你的肩膀就是比别人宽一点 所以你的责任就比别人重 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这份责任 这是你的骄傲 当然 你也可以放弃 然后偷偷地后悔一辈子 但是我希望你面对你妈妈时 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她 你是一名合格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也这么跟我妈妈说过 她笑得特别美 师父 我笑我妈了 我笑我妈了 首长好 欢迎首长来海巡场指导工作 好 辛苦了 哎 不认识了 我可是给你第二次生命的人 但凡我当初有一点意识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被你亲的一口 我宁愿救你十次 也不愿意亲你一口 那可是我的初吻 首长 这一面请 自从潜水湾那边建了新的训练场 这个海巡场呢就亲近下来 现在除了有偶尔有一些 小规模的训练任务 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的 哎呀 我看这地方很不错 越看越像是个 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哪 这么大一个海巡场 怎么连个军旗都没有呢 我记得上次我们来这儿的时候 还挂在这儿呢 军旗哪能没有啊 请首长回头看 山坡上 真漂亮 这军旗 小姑娘肯定是没见过 蒋小鱼同志 请尊重首长 是 我叫蒋小鱼 大家就叫我小鱼好了 今天由我为各位领导服务 首长请看 现在筹建在大家眼前的这片训练场 就是我们海巡场的主训练场 虽然它在规模上 没有潜水弯的那个新场子大 但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这里你想练什么都能练得开 不管你是刀枪剑脊 还是辅跃勾叉 不管你是说学逗唱 还是煎炒烹炸 蒋小鱼同志 你是画廊吗 又不知道你在这儿给首长当导游 一边去 我觉得这个兵挺有意思的 你让他继续说吧 谢谢领导的夸奖 那个我继续努力 请这边走 首长请看 这 那个首长您请看 这个是我们海巡场的宿舍楼 宿舍楼建于九十年代 二十年过去了 稍嫌老旧 但是古人说得好啊 山不在高 有仙则明 水不在深 有龙则凉 我请领导看的 不是这个宿舍 而是住在这宿舍里的人 首长请 来 首长请进 首长请看 这二位表面上看 是海巡场的高级教练 实际上 是隐居在山中的绝世高手 当年名正江湖的鳄鱼 影子 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榜眼 一位是枪法如神 堪称小李广花容转世 一个武功盖世 由楚霸王不敌之勇 如今这二位 宝刀封鞘 归隐山中 江湖上只留下了 关于二位无尽的传说 二位老兵辛苦了 谢首长 辛苦了 谢首长 好 介绍完两位老前辈 我再给您介绍介绍 我们的青年敬衛军 这位 母颜 天生的游泳奇才啊 从小拿奖 拿到手软 挂金牌 挂到颈椎增生 她要是早生十年 菲尔普斯根本不敢来北京 参加奥运会 就是 就是这样一位 奇才 甘心在海巡场 在平凡中磨练自己的意志 早就听说过你的故事 小伙子 很不错 多谢首长 还有这位 张冲 我们的准兵王 十八般武艺 那是样样精通 瞧这一身剑子肉 那是一身的功夫呀 走高楼月大厦 如履平地 横跳江河 竖跳海 万丈高楼 她脚下踩啊 结实啊 小伙子 首长 首长结实 还有这位 女兵乌云 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枪王啊 人家开枪 根本就不用子弹 您知道为啥吗 为啥 人家是射击的最高境界 子弹还没有出唐 精神上 就已经杀死了对手 首长好 你好 女兵不容易 侦察女兵更不容易了 听说你打枪的时候 还喜欢喝两口 包裕首长 已经见了 见得好 我本以为啊 这海巡场 是个快北荒废的不毛之地 没想到 竟是一片被遗忘的净土啊 尤其是 骑在悬崖上的那面军旗 了不起啊 有两位老前辈坐镇这里 那就是我们一辈子 学习的榜样 老话说得好 鸟随鸾凤 飞腾远 人半贤凉 品质高 挨着金鸾垫 准掌灵芝草 挨着臭茅房 准掌狗尿台 你 姜 姜小鱼 以前说相声的吧 可以到宣传队练练吗 首长 咱以前 首长 我提个建议 既然咱们今天不走 不如明天一早 就在海训厂看看升军旗 看惯了军营里的千人升旗仪式 再看看海训厂的升军旗 那肯定别有一番味的 首长 首长 其实没有必要看升旗 我们海训厂有好多节目给您看呢 张冲 到 你下午给领导表演一下胸口碎大石 是 吴远 到 你让领导见识见识那个盲枪 没问题 这些我们都看过 太闹腾了 我们明天就想看升旗 可以看看升旗仪式吗 这升旗仪式的时候啊 最能反映军人的精神风暴 明天早晨 就看升旗仪式了 不是啊 首长 那个 怎么了 有什么不方便吗 方便 不就是看升旗吗 对不对 行 明天 就看升旗 好 我说啥来的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 这下好了 人家明天要看升旗 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挣旗子去 哎呀 这下算是没招了 戏人家点了 就得有人唱 说什么也得把旗子找回来 昨儿咱们六个人找了一天 连往五年前在路边上丢的鞋垫都找到了 也没找到那旗子 你说你能去哪儿找去 那个教练 我研究了一下从昨天晚上 到今天的风向变化 八成旗子是被吹到海里去了 那旗子是跟那个缆绳一起被吹走的 缆绳是泥绒做的 它轻 沉不了底 这样 那个教练 你们照顾好那个领导 给我来搜快艇 我出趟海 事到如今准成这样了 小鱼一会儿出海小心点 千万别走太远 师父您放心 我保证明天一早 让军旗飘洋在海巡场 小鱼 干嘛去 我吹到海 收征好不容易来一趟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非得现在出海啊 我整点海货 给领导们尝尝馅 再钓条大鱼 晚上给你们做清蒸鱼 钓鱼啊 那我是高手 就不劳烦你老人家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去陪陈正伟吧 首长有人陪又找我 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能带我 我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钓鱼吗 你愿意去 就一起去 我说 你这是在钓鱼吗 咋不是钓鱼啊 人家钓鱼 那都得专心致志 一动不动地 攥着鱼竿 两只眼睛盯着鱼线 哪像你啊 两只眼睛 跟那个监狱里的探照灯似的 你在这儿寻不什么呢 俩手攥着鱼竿一动不动 那是钓鱼吗 那是给鱼竿耗脉 再说了 你管得着我怎么钓呢 我钓上来不就完了 鱼呢 这都几点了 天都化黑了 你老是鸡鸡喳喳 鸡鸡喳喳 没完没了的 这附近的鱼 都被你给反走了 我要是条鱼 我也夺你远远的 赫 你现在反我了 那你刚开始 别让我上来啊 谁让你上来的 是你自己蹦上来的好不好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这事啊 要不是我心慈手软 我早把你当成大鼻涕一样 甩一边去了 赫 你这么烦我呀 那你把我扔海里去 我要是你 我立马就扔 你不扔我是吧 那我可扔你了 马达怎么回事啊 坏了 没油了 怎么都没油了呢 你刚开始上来的时候 没检查邮箱呀 我上来的时候 你一直在我耳边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我哪过得看邮箱啊 你 你自己忘了检查邮箱了 你怪我 快看看看看 确实没有了 确实没有了 怎么关键时刻禁掉帘子 我叫小鱼 那你把她弄在心呢 我看你还有什么 我给你一个礼物 那你还不想在哪里 你还有二人 还不想在哪里 你也会怕我 你还不想在哪里 你也会忘了 小鱼骑人自有天相啊 终于找着了 好啊 结果你压根就不是来钓鱼的 是你把军旗弄丢了吧 都怪你们来的不是时候 旗子昨天刚被裁缝刮走 今天你们就来了 这弄丢军旗 最过可不小了 我要是把这事通报给陈正伟 那事大事小够你们喝一呼的 别别别别 那个人非圣贤如能无过 再说我这不是找着了吗 别别别别 那我不管 我们是来检查工作的 那就得客观严肃 不能光看你在外面白过呀 得披露你那张嘴背后的真相 那个别打别打 这个事吧是我弄砸的 你们要是怪就怪我一个人 你可别让那两个老兵跟着我吃官了 好不好 不跟领导通报也行 但是得看你怎么表现吧 从现在开始你得听我的 我让你说一你不能说二 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 我让你站着你不能坐着 起立 脱衣服 把衣服脱了 这 这不好吧 不脱是吧 没关系 脱 脱 脱 快点 速度 速度 好 你干吗呀 你不让我脱衣服吗 流氓 跳下去 凌 你想干啥 跳下去 让我跳下去干吗呀 现在没油了 你得当马达呀 我 没油了 我 我能当得了马达吗 我 那我当呀 跳不跳 跳跳跳 走 最多么不服人心 马达同志 咱们快点返航 快点 快点 你这耐力也太差了 平时怎么训练的 我一个 吃五股杂粮的大活人 我 我 我就这么大点劲 我哪有马达劲大呀 我怎么跟他比呀 这可是你说的 我让你快点 再不快 那我就给陈正伟打电话了 打 打 现在就打 赶紧朝他要点汽油来 你让我打的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怎么没信号啊 刚才还有呢 没信号了 那说明咱们到了 专属经济区了 那怎么办啊 只能听天由命了 老天爷要是让咱们回去 风就往那边吹 如果老天爷想让咱们免费出趟国 我也没办法 你看 那儿有条船 这儿呢 救命 快过来救我 在这儿呢 有人吗 快过来救我 这儿呢 快过来救我 我去吧 我去吧 看來有一個女孩在那邊 來吧,大家 帶她回到我 對 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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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想到 这伙海盗竟敢猖狂地 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内做案 沈哥被海盗绑架了 我潜在水里 一直跟着他们的橡皮船 来到了一个荒岛 那一天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名战士 战士的意义 就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 会忘记自己的生死 这类型的地方 是非常棒的 作词 老师 什么事 哪里有什么事 小心 不要做任何事 前我的信号 首先,殺了它們,然後,殺了它們 什麼要做現在? 住在你的帽子,等待 讓那些傻瓜們來我們 住在我們 住在這裡,等待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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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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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如果這件事要做,你會失敗你的計劃 还好这里有信号 老天保佑 沈哥你上一个打出去的 一定是一个靠谱点的号码 老板 什么都说了 六个人 被捕了中国军军 今天 今天是复活的 今天是复活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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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你这样做 女人都要照顾好 特别是 很准备 你不要救我 老板有几随时, 我觉得是 是那小小伙伴 留下来 我们去吧 快走 糟了 糟了 我失去了七个人 我永远让他们走 我永远让他们走 喂 您好 找谁 伙伙众伟 蒋晓鱼和沈参谱出事了 怎么回事 沈参谱那父亲打来的 告诉我说 一个男的用沈参谱的手机 给他打了电话 说他们在海上遇到了远洋号 被船上人抓住 带到了琵琶岛上 远洋号 就是前几天丢下五具渔民尸体 那里搜渔船 是 琵琶岛在二五零七海域 伙伟 二五零七号海域 离海巡场相对近一些 我请求和邓警方 立即前去解救人家 那我得去啊 我也去 交我一个 怎么不能去 这不是训练 张晓鱼是我们的战友 别说了 没时间了 伙伟 时不宜迟 赶快行动 务必保证两个人的安持 赶快传装备 是 是 要我说啊 能死在这儿挺好的 你看看 你看看 风景多好啊 有山有海的 关键的是 死在这儿你一个人 独占一岛 就你 你得挣几辈子钱 能买这么一座小岛 这会儿你还开玩笑 还不是怪你 你要不把军旗弄丢了 咱们能出海啊 要是不出海 能碰到这帮海盗 你现在说这个有啥用 你知道兽营 有个叫项羽的吧 我们刚来兽营的时候 在一个荒岛上 他一个人把我们二十多个人 都给收拾了 我决定今天我学他 我把这些海盗 一个一个全收拾了 项羽 那是兽营的战神 人家的实战经验 比你出操的次数都多 你连点实战经验都没有 你怎么跟人家打 诸葛亮出山之前 也没带过兵啊 谁说非得有实战经验了 那是诸葛亮 你能跟诸葛亮比啊 再说了 人家项羽面对的是 手无寸铁的你们 你现在面对的是谁啊 是这帮海盗 他手里有枪你没看见呀 你放心 老天爷会保佑我蒋小鱼的 他肯定保佑我刀枪不入 死不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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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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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把他们所有人的招来啦 全上来才好呢 不是 你知道这么多人来 你嫌你自己死的还不够惨念呀 这是我的计策 叫釜底抽薪 当年笑语就是这么对付我们的 他们全上了岛 咱们正好可以上他们的船 你去多弄点树枝来 去呀 去吧 我看到你 好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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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好 每个地方的这岁 你全部都没下来 但留下现在我来的女人 因为你还要准备我一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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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那裡 走 沈哥 把衣服脫了 什麼啊 快 我們游過去吧 船開始走 走 到那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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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